老娘秀海报 并是享年八十六岁 在无地方言中 娘秀有三层意思 一是血缘关系商的舅舅 二是只带善于调解家庭淋漓纠纷的德高望重的中老年男性 三是对交警的称呼 老娘秀 则是第二层意思 却早无疑了 全面幻疑老子 不但指的是善于谢礼人情 还多了几分情绪 虽说实力不同乡 但由于在家族关系中的超然地位 舅舅对家庭很多事物都有很高的话语权 到了长三角地区 就被添上了调解员的标签 老娘秀也是以此为出发点 以老娘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反映上海老百姓的生活面貌 将生活的真谛掰开融碎 融到了剧中的点点滴滴 离久松出 演了这个角色以后 因慈善中透着几分小侠的面向 稀疏的头发 幽默的谈吐 以及面对生活中时不时的小总破的尴尬 就成了老娘秀的代言人 曹可凡在微博中称其为上海人心中的老娘秀 是一位毕生为大家带来笑声的大好人 此言不虚 时事造英雄 人与角色的成功 都离不开时代的关系 老娘秀诞生于1995年的上海 自有其时代因素 于时 英达等人写我爱我家 在中国开创了情景喜剧这一类型 笑在银瓶上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于是催生了一个长达近20年的情景喜剧热潮 各地步伐越越运势跟进者 上海当地的电视台也投身其中 于是就有了老娘秀 对比我爱我家 老娘秀因为上海对白的原因 只在长三角地区传播 也创造了极高的地方收视率 用意于我爱我家的真边实地 老娘就聚焦本地生活 情义默化地对家常里短各种琐事 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内涵和形式上 都有着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非常接地气 这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文化黄金时代 是一种非常有创新性的实践探索 好的定位代表一半的成功 另一半则仍由演员来实现 最终出演角色的毛蒙达 陈国庆 李九松 老娘等 都是海派这种的表演名家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 长期经营在海派戏剧文化中 自身有着多年的舞台经验 也对地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 在好本子和优秀的制作力量推动下 想不成功也难 果然 老娘就已经推出 快智人口 李九松在其中起着提纲切领的作用 她的表演欲贴自然 犹如春风话语 阿拉就是我们家邻居的老娘舅了 由于剧集很贴近生活 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剧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 作为解决家庭事务的指南 生活中碰到李九松 也会切 切得叫一声老娘舅 这就是艺术的作用 是好的艺术贴近观众的效果 李九松 现在回望那个时代 以我爱我家史 先后有东北一家人吹事般的故事 武林外传 闲人马大街 地下交通站 老娘舅家有儿女等诸多剧集争奇斗艳 用笑声塑造了国人对于家庭生活 部队生活 教育话题 爱国主义的各个领域的认知 其中 作为生活剧中的乔叔老娘舅 闲人马大街 其十二家房客 外来媳妇本地狼 等次经典剧集 在微观层面反映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到了现在 情景喜剧已经是微 虽然有不断推出的综艺节目 在挠动人们的神经 但是那个可以灰心一笑 或者肆意大笑的时代 毕竟远去了 李九松老人家也告辞而去 给最近因为疫情显得昏暗的日子 品贴了几分阴霾 但是想想 以为得高望重的调解人出走 生活到 问题会失去很多答案 这本身就是一个悲伤的事情 但是 阴霾不会涌在 烦恼也会消散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遇到困难解决困难 且心且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